直到看见郭晶晶亲手把霍旗刚送进体制内 我才明白为啥身价过异的霍正廷都要对他礼让三分 2019年郭晶晶受邀出席国家60周年阅兵典礼 在其他豪门阔泰都盛装出席准备大展权教师 郭晶晶的穿着却吸引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嫁入豪门的他不仅没有穿高定礼服 反而是穿了一件五年前就穿过的水墨图案的衣服 用五毛钱的发圈扎了一个低马尾 本以为会被骂穿成这样就是为了作戏 没成想朴实低调的性格获得了央视网的夸奖 作为豪门阔泰的郭晶晶身价早过亿 本以为他会像其他郭太太一样 身穿高定礼服 竞选奢华 可郭晶晶并没有选择这样做 不仅参加活动穿着朴素 就连平日的私服都是一样低调 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 还是源于在运动员时清流下的良好习惯 吃苦耐劳 请点节约 身运动员必不可少的品行 事实上自从他嫁入霍家 就一直被全年家人宠成宝的存在 公共霍震亭嫁儿子大婚之日 特地让媒体写报告的时候 一定要为下架两个字 直接给了那些嘲讽郭晶晶高攀的媒体 一个响亮的耳光 在郭晶晶被踢出贵妇圈时 公共霍震亭立马放下手中的工作 来为儿媳撑腰 出席各种活动时 也都会让郭晶晶站在C位 而当同样嫁入豪门的新梦瑶 还在被婆婆要求升一个足球队时 郭晶晶婆婆却给足了儿媳空间 虽然在豪门生活得如此幸福 但是郭晶晶从来没有忘本 一直以来豪门靠着有钱 肆意妄为的事件非常多 而郭晶晶嫁入豪门后 不仅没有视金钱如粪土 反而继续秉承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 甚至带着霍启刚 一起走上了勤俭节约的道路 霍启刚不仅经常出现在搞促销的超市 还把柴米油盐的价格熟记于新 买东西也会货比三家 无形中帮霍家提高了声率 应得了明星 所以2020年霍启刚担任全会副主席 紧急着在2021年 又获得香港特定区立法竞选资格 历时夫妻宣逐朴素当街拉票 亲民又接地气的形象 再次登上热搜 不仅复活了一大批粉丝 还得到了大众的认可 最终霍启刚以195票大获全胜 从此在体制内的道路越走越远 郭晶晶夫妻俩一直过着平平淡淡的生活 就在长辈争夺家产时 郭晶晶不争不强 甚至直接带着老公孩子搬离货家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俩夫妇就连搬家都如此低调 保姆只需要照顾孩子 剩下所有的行李都是由两人一同搬运 身边没有豪车和保镖 所有东西都是夫妻二人亲力亲为 为了教育儿子懂得农民种粮食的不易 郭晶晶直接顶着大太阳 带5岁的儿子学习插腰 为了让他培养有爱心 还带着他去街头捐款入室群体 看到这里又有不少网友纷纷吐槽郭晶晶抠门 货家家大业大一件衣服至于穿五年吗 其实郭晶晶的出手阔绰完全不在这一方面 早在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期间 郭晶晶霍启刚夫妇慷慨解囊 向武汉捐款了7000万元 2021年7月23日霍启刚录视频 向河南受灾群众慰问和祝福 并捐款1000万元支援河南抗洪救灾 所以就不难理解为啥同样是豪门媳妇 郭晶晶却能在货家占据如此之高的地位的原因了